抗战胜利后 全国开始大规模的搜捕汉奸行动 1947年的12月1日 在十大汉奸中排名第六位的英汝根 与南京朝天宫大殿 被宣布执行此行大殿内外 观看的市民有万人之多 之后英汝根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英汝根浙江温州平安人 1885年出生 早年留学日本 后加入同盟会 曾追随黄欣参加辛亥革命 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 回国娶日本妻子 改日本名井上庚二 并通过妻子 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 英汝根回国后 曾在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任职 被称为四大日本通之一 英汝根内有一个兄长 英汝离 为国民政府前财政部的次长 兄弟俩曾经一起留学日本 但后来的道路却截然不同 兄弟俩早就不想往来 哥哥曾对人描述弟弟说 此地品质极坏 只要有利可投 他就能卖有 甚至会出卖民族 1935年 日本与中国在华北的冲突增加 那么日本推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 11月24 英汝根在通县宣布独立通电全国发表自治宣言宣称 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 举联省之先声 以谋东阳之和平 不久又改名 冀东防供自治政府 将通县 林渝等22线纳入其辖下 英汝根为行政长官 下舍民政内政外交等五厅 各县县都聘用日本籍的顾问为语秘书 所属伪军 也聘用日本教官 军政大权 军被日本人操纵 国民政府从此将英汝根列为通缉犯 并成立警察政务委员会 这个予以对抗 1937年 国民党军政头目戴笠 曾经派出女特务向隐心 刺杀英汝根 向隐心绰号为裙带花美小姐 她以美人计取得了英汝根的信任 据说她利用英汝根 吃夜宵的这个机会 在面条中下毒 却恰巧有人来拜访 三小时后 那碗面已经变色了 刺杀行动 因而败露 抗战胜利后 各省共审判编辑的 25155件汉奸案 其中有369人被判死刑 979人被判无情动刑 包括陈公伯 周佛海 丁麦 大汉奸 王清卫 在南京的墓穴 也被国民党炸毁 产平 并被焚尸扬灰 英汝根1945年12月5日被捕 被捕 判死刑后 英汝根不服 数次申请复判 写了数万字的自白书 罗列自己 协助抗战的功绩 但均被驳回 1947年12月1日 英汝根在走向刑场的路上 还在大声喊叫 本人并非叛徒 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